通俗的说,虫洞就是宇宙中的隧道,它能扭曲空间,可以让原本相远地方近在咫尺。 由爱因斯坦提出,在上个世纪50年代,有科学家对虫洞做过研究,但是当时历史条件所限,一些物理学家认为,理论上也许可以使用虫洞,但虫洞的引力过大,会毁灭任何进入的东西,因此不可能用在宇宙航行上。 现在我们讨论的都是普通完美黑洞,但是我们讨论的黑洞都不旋转也没有电荷,如果我们考虑黑洞旋转同时或者带有电荷,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,你有可能跳进这样的黑洞而不撞到基点,结果是,旋转的或带有电荷的黑洞内部连接一个相应的白洞,你可以跳进黑洞而从白洞中跳出来,这样的黑洞和白洞的组合叫做虫洞, 白洞即有可能离黑洞很远,或许它还有有可能在一个不同的宇宙那就是,一个时空区域,除了虫洞本身,完全和我们在的区域没有连接,一个位置方便的虫洞会给我们一个方便和快捷的方法,去旅行很长一段距离,甚至旅行到另一个宇宙,或许虫洞的出口停在过去,这样你可以通过它而逆着时间旅行。 总的来说,它们听起来很酷,即便虫洞存在并且是稳定的,但是穿过它们也是十分危险的,贯穿虫洞的辐射来自附近的恒星,宇宙的微波背景等等,将来移到非常高的频率。 当你试着穿越虫洞时,你将被这些X射线和干嘛射线马上烤焦,以上是对虫洞是什么的全部解析,从而可以证明虫洞是不存在的。